大家好 今天我们做葱油拌面 葱油拌面的材料非常简单 只有香葱 拍米 酱油 面条 就可以做出好吃的葱油拌面 香葱250克 红白和葱绿分开 葱头切掉 削掉这个葱根 先切葱头头比较大 炸的时候不容易一致 要给它披开 切成这样 分成多少包 现在切葱绿 葱段切的要一样长 所有的葱切成这样就可以了 葱白和葱绿分开 切好的葱白和葱绿 调料汁 100克的生抽酱油 一勺糖 一勺蚝油 一勺老抽酱油 两勺水 搅拌均匀 把砂糖搅得融化了就可以了 开始熬葱油 熬葱油之前 准备一个罩里 和一个大碗 还有炒锅 倒入200克的油 中小火熬葱油 不能给葱熬糊了 现在已经115了 葱白放进去 这葱呢 现在炸的已经没有太多水分了 慢慢再变软 颜色还不够 还要再继续炸 要炸到微黄 这小气泡 这小气泡 这说明这葱里的水分 再往外释放 没有这个小气泡的 这个啪啪的这声音了 里边的水分呢 就差不多了 这水泡声听到了吗 熬这个葱油呢 不能着急 要小火慢慢打熬 把里边的水分呢 让它完全释放出来以后 葱呢才变得焦黄 焦黄以后才是脆的 看现在已经变软 看 比原来已经小多了 不能让它糊了 闻到很香的葱油味了 这个时间呢 要掌握好火后 慢慢的搅拌 千万不要给它熬糊了 大泡变小泡 说明水分基本熬出来了 再变黄 好上就要好了 熬的这个葱已经没有泡了 而且变黄了 就可以出锅了 把油倒回锅中 放入我们的葱 葱绿 这个葱绿已经熬的水分 基本上差不多了 要变的颜色比这个再深 都扁了 像韭菜叶似的 颜色基本上快到位了 只是还不太脆 我们要再继续熬一会儿 让它变脆 吃起来口感更好 变成深绿色 像这个颜色似的 它就变得脆脆的了 这已经非常脆了 一捏就碎 听到吗 熬好的葱油倒入锅中 现在我们开始炸这个海米 海米刚才洗的时候里边有水 这气泡慢慢消失了 它就开始变脆 大气泡 看下这葱油 开始熬酱油 我们锅里头放点葱油 倒入对好的酱油汁 熬酱油开锅以后 小火熬两到三分钟 看这酱油熬的就有点绵稠了 看 先把它倒出来 锅中加入水 煮开后下入面条 这个面条要硬 而且它是宽条 煮时间要长 锅开后打水 面熟的更快 把面放入冷水锅 面会更筋的 我们来拌面 放葱油 酱油 熬好的葱白 葱绿 还有海米 搅拌一下 葱油拌面就做好了 还是吃的 好 不愿意 吃味道 好 好 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